也不知道女人的身体里 到底中了多少水 扭流不甘的眼泪 华森 你这支雪茄是哪里来的 我刚在医院地上捡的 也不知道谁乱扔烟图 这个味道我好像在哪里闻到过 什么味道 就是这个味道 没错 当时小安安被带走的时候 我就是闻到了这种味道 没错 就是这个味道 可是烟草的味道有很多种 你怎么确认 就是这个雪茄的味道呢 我不可能记错了 我当时眼睛看不到 所以我的嗅觉跟听觉都非常灵敏 华森 你是说 这支雪茄是在医院的地上捡到的是吗 应该 是友山救者刚才全架掉的吧 全部都是我做的 我自己把孩子丢到公园 接受把安安打罪加剑 你以为这些我都愿意吗 我想起来了 在我出世以前 友山曾经亲口跟我说过 当时是他把安安带走的 是他把安安腿上插出大片鱼青的 我现在就去揭穿她的真面目 我要下正松再也不能保护她 认识这支雪茄吗 这支雪茄 是刚才在医院的地上捡到的 当初小安安被抱走的时候 客厅里留下的烟草味 和这支雪茄是一模一样 也多亏了有这支雪茄 才让我知道 到底是谁抱走了小安安 也就是这支雪茄的主人 夏友善的亲生父亲 于成威 这 江珍珍 你可不要胡说啊 出这种雪茄的人多得是 你 你 你凭什么认为这个 就说小安安是我抱走了呢 好啊 你嫌证据不足 我还有 看到这是什么吗 这是夏友善的旧衣服 这套衣服 和抱走安安当天我穿的是 一模一样的 当时我的眼睛看不透 但你们应该有印象的 我当天穿的就是这套衣服 我被污蔑 是我抱走安安的时候 也是穿的这套衣服 安安 是啊 安安 就是她 让孩子的那个女人 跟她穿的一模一样的衣服 你跟亲姐过阿姨说 她亲眼看到 当时抱走孩子的人 就穿了这套衣服 知道这一切证明什么吗 证明抱走孩子的人 是跟我穿一模一样衣服的女人 就是孩子的亲生母亲 夏友善 友善 我问你 珍珍说 安安腿上的余青是你掐的 是真的吗 友善 你跟我说 到底是不是真的 爸 你不要听她胡说 我没有 我真的没有 我 证据都在眼前 你还有狡辩吗 好 你不承认没关系 我会带着这些物证 去派出所 让他们亲自身败 姐 你到底有没有 你倒是说句话呀 你不用看我 我为了你 退让的已经够多了 我可告诉你 如果你现在不承认的话 那我就是一个字 告 安安腿上的余青 是我掐的 是我陷害珍珍的 你 余青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呢你 那是你的孩子 你怎么能下得了毒手啊 爸 妈 爸 请你们原谅我 我是有苦衷的 浩天 浩天 我这样做都是有苦衷的 你相信我 把安恰成那样 叫做不得已 叫做有苦衷 为人父母的人 是宁愿自己受伤害 也不肯去伤害自己的孩子的 浩天 我这么做也是希望给安安一个完整的家 给她一个爸爸 我真的是有苦衷 看到了她 这就是你的好女儿 她不仅来陷害我 还抢走我的丈夫 她甚至亲口承认 是 我妈妈的死 不是遗忘 不是车祸 是棍林当天 我妈妈到明明基里去找她 她把我妈妈推到地上 碰撞到了鬼子 受了重伤才过世的 她 你还说我 那你呢 你在结婚之前明明知道我对浩天的心意 你却还是坚持不放弃 你最后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你自己的报应 夏友善 我看你还是没有一点回忆 那你就必须要为自己所做的一切付出点代价 走 帮我去派出狗 走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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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我说 所有的事 那跟友善一点关系都没有 所有的事都是我干的 安安是我抱走的 就连当初绑架你的人 也是我找的 这一切都跟友善没有关系 都是我安排的 你放过她吧 放过可怜 命苦的友善吧 你说她命苦 那我 我妈妈 我受了安影啊 我们全家人的命都那么不值钱吗 想不想 你今天必须跟我走 走 不要 珍珍 别 不要 不要 珍珍 我告诉你们 所有人都不要再说了 我心意已决 今天下友善跟我走定了 走 不要带她走 走 走吧 你肯定要带她走啊 珍珍 珍珍 你听我说 你恨我也好 怪我也好 总是友善跟我们没有学生 人关系 但她毕竟是我抚养了二十多年的女儿 我最后一次恳请你 请你原谅友善吧 我一定让她离开你 也离开浩天 我保证她以后永远不会再来干扰你们的 好吗 好吗 瞧瞧你们这对父母 你们在做什么呀 你们就是这么宠溺孩子了吗 你们就是可以宠溺到她故作非为不分是非吗 如果一个人她有天生的残缺不幸 她就要利用这个 让所有人都拿出同情心 就要利用大家对她的同情心去胡作非美 你们知道这同情意味着什么吗 是为虎作仓 你们就是这样被夏友善利用 利用来伤害我你知道吗 你们心中的慈悲 都变成了柜子手手中的利刃 一刀一刀刻在我的心里 把我的人生一步一步步凌连至到今天这个地步 珍珍 你本是一个善良的人 让你去做伤害别人的事情 自己也会很痛苦 你现在的眼泪 就是最好的证明 你现在这样都有伤害 但你心里面 其实还是一样的痛 不适合 我没办法 我没办法 我妈妈死了 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 我对不起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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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可疑 不遗疗 我不战症 你fic于你的冒际